好了,我們啤梨哥今次的暑假和如何安排 去年我出了六七個團,今年的確是少了 大家今年要繼續奮鬥,而且我做節目做到上癮 我不想出了太多團 這樣就不能滿足全部人,一定不可以 永遠是有人,是不能滿足,對不起 如果你說我真的又想跟你們去,又不能再去 這樣就沒辦法,現在我講的是八月和九月團 那你現在五月,六月都還沒到,你拿不到這些假 那也沒辦法,或是真是 始終做不到,只能夠說大家沒有緣分 只但奈何,就像小李菲都這樣說 那我們會出什麼團呢? 都仍然是六日午夜的團,兩個都是 一個是八月十六至二十一 八月十六至二十一,那個團的內容跟我這個團一樣 即是六月將會出發的團,稍後我會放上Facebook 六月十六至二十一,由於是暑假關係 亦是六日午夜的關係 現在我被這個賭一賭的價錢 因爲我上次就是七四九九收大家 我現在收大家七九九九 暑假,因爲我預計機票會貴 其實上次我收了團,收了客人沒辦法 其實有很多客人是虧機票 即使你加了錢給我,我也虧,算了 即是你說了就免得再說回頭 即是我就不做這些事,不然就像 你可不可以看習近平 譬如給特朗普蓋,你可不可以看幾把 說回頭,OK 好了,大家記住是七九九九六日午夜 包括天空之鏡 十六至二十一日,都會去看醫院看學校的 大家放心 那如果我不想和人逼,我不想和小朋友一起去 我就這樣自己去 其實可以跟我們九月的團 九月二十至二十五日 九月二十至二十五日,行程一樣 OK 那就是七四九九 七四九九就是跟我六月團一樣 已經沒有了機票的壓力 那八月那個大家要盡快報 因為我要鎖緊機票 因為我現在的機票,我不怕和大家說 我是用三千元機每一張來計算的 那大家現在上去看看六月的機票 我們搭的那班機已經是去到五千六百八的機票 我收了七千多的那些會輸死 所以早前較早時候 幸好我已經訂了一大堆 即是比較便宜的機票 所以大家說如果沒有八月團 就快點,就不要只要我問港字 就入錢入戶口 打電話,我叫66982429 66982429 我會給你一個銀行戶口 給你一些行程 今天十六至二十一號就是八月的 這些是給我帶小朋友去的朋友 之前說過帶小朋友去的 我記得你們是誰說過的 全部都不好 到時候又說春代恨 我們面前錯了一個 又說你私眼痛 我們面前錯了一個兩年多前 要跟我們去馬拉道 到現在還沒跟過一次 這個故事都可以說 另外9月20至25日 希望在我們面前的朋友 都可以考慮一下 8月16至21 9月20至25 如果他再不去 或者平時跟我聊過的朋友 我就很記性 我覺得你們是瘋狂化我 是 你是瘋狂化我 即是說這麼瘋狂 又說這樣 又說這樣 我真的很瘋狂想你去哪 暑假又走 小朋友 專門開個暑假給你們 又說你也要尊代恨 9月 9月就不 OK 好了 7月1日 上街是否定走到馬拉 我們為何看著這條題 本來7月1日 我們是有個教訓 現在就不肯定行不行 因為剛才我接了個電話 就是走到那裡打電話給我的 看看怎樣調動 為什麼呢 那些人又在問 有沒有教訓 其實我真的不說 都會說那些事情 或者今次我就請馬來西亞的朋友來講 希望這樣 我們明天確認了 我先再講 那移居馬來西亞呢 其實呢 會不會門檻增加 我不知道 但我跟大家講 現在 只是這兩個月 我們收到的個案 以及在馬來西亞那邊 收到香港人的個案 這兩個月已經是去年和前年的總和 那馬來西亞會不會因此而提高門檻呢 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會不會因此而 那些好一點的 如果是房子 或者是店舖 或者是店舖 被人租了 賣了呢 那我又不敢這樣講 OK 記住 我們的旅行團是8月16至21日 或者9月20至25日 8月就是7999 9月就是7499 機會可一不可在 大家上網看看現在的機票 幾錢一張 而你付出的不是說 可不可以跟啤梨哥 可不可以跟林康誠 去馬拉玩幾天 你得到的 你付出的是7999 或是7499 你得到的 是終身難以忘懷的旅遊體驗 甚至乎 是你下半生 甚至乎 子女世代 改變命運的最好時機 如果這樣你都錯過 你對不起你的子女 對不起你老爸老母 你就是人家產 好